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次這條短片想和大家討論一個英國文化和社會的話題 就是社會階級 可能大家都聽過英國人有一種概念 我們覺得英國人是很重視社會階級的 傳統上分成三個階級 今次想和大家討論這三個階級究竟是什麼呢? 現在的英國人怎樣看這三個階級呢? 另外,各位包括我在內的香港人應該比較關心的 大家來到英國的港人 究竟屬於哪一種社會階層的可能性比較大呢? 我們這三個階級是屬於哪一種呢? 最後想和大家討論五個關於社會階級的迷思 和大家逐個拆解一下 為什麼我會做今次的影片呢? 事緣就是我自己一直有關注一位 叫做戴書孫 Suzi Wu的一位Youtuber 她呢 就是一個英國人來的 但是她在網上 是會用中文和觀眾 去介紹怎樣學英文的 我一直有看她的頻道的 最近就有兩條影片分到上下集 去講英國社會階層的五大迷思 所以我看完之後都有點啟發性 覺得不如和大家又聊聊這個話題 順便找些資料和大家分享一下 說回去剛才所說 其實英國的社會階層 傳統上來說最闊的最 broad的定義 是分三個層級的 第一個最低的層級 就叫working class 大家留意 不是lower class 這裡的人很流行叫自己做working class 即是所謂工人階級 即使英國傳統上有很多工人階級的人 他們都可能是 例如說工廠 一些傳統的 你可以叫做低下層一點 是勞動一點的 他們做的工作 他們的收入來源 都是比較勞動性的工作 屬於working class 第二種是叫做middle class 中層的 這個就不用說了 當然收入會是高一點 但是不是去到最高 還有少的地位 通常來說都是高一點點的 最後最上面的層 當然就叫upper class 即是上流社會 如果我嘗試用一個中文翻譯的話 這個就是傳統上 廣義上 很多年大家都認為 英國的三個社會階層 事實上 政府都是這樣看的 現在大家看到畫面上 就是英國政府在2021年 做一個社會流動性的調查 疫情之後做的 有部分是想看看 英國的社會流動性的情況 即是可不可以 階層之間轉換 譬如由工人階級轉到中產階級 這些 另外都是看疫情 對英國社會的 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我們主要集中 今次想看看 就是社會流動性的部分 首先 他們訪問了4000多個英國的成年人 看看他們怎樣理解 怎樣看他們自己的社會階層 原來有接近一半的人 48個百分點的人 認為他們自己是屬於工人階級 即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是屬於Working Class 也不少 大家不要以為原來工人階級比較低級 包括可能在SARP上 那些人未必喜歡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誰想認自己是低下層 但原來在這三層面 最低層的 竟然有接近一半的英國人 認為自己就是屬於這個階層 反而覺得自己是屬於中產 中產中級的 只有36% 而最好笑的就是 認為自稱自己是Upper Class 是連一個百分點都沒有 零頭都沒有 所以回合是零 是不是他們不想承認自己是上流社會 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 尤其是我們在香港 在這些社會 大家都想力爭上游 我們有這個說法 大家都想向上爬 但這裡的人竟然 不太願意承認自己是上流社會 甚至中產都不是 大家都很... 感覺很舒服 似乎只是覺得自己就是工作層 工人階級 這個都蠻特別的 第二就是 究竟他們覺得 階級之間的分野 那個紅溝 是有多寬呢 在這個社會階層裏面 原來他有75% 18-24歲 即年輕人 是覺得那個階段很大 而去到25-49歲的 不是叫青年 是叫做青壯年 是有八成的人 認為是有很大的分野 那個階段 那個闊度 那個落差 去到50-64 即開始中老年 退休的那些 是有79% 也很多 至於65歲以上 即是退休人士 有70-17%的人 簡單來講 青一色 無論你是哪個年齡層 都有超過 四分之三的 英國人 是認為 那個社會階層的紅溝 是屬於大的 而認為小的 都是只有幾個 十多個百分點而已 也有些人認為 不是很肯定的 但是 絕大部份 真的可以用絕大部份的形容 都是覺得 很大的社會階層紅溝的 看一下 除了英國政府以外 另外一些統計數據 就是YouGov這個民意調查機構 他們定期發表的一個滾動調查 最近是刑議3年9月6日公佈的 可以看到 它分了 它又不是分7層 3層 5層 它有另外數字 它分6層 就是Working Class Upper Working Class Lower Middle Middle Upper Middle Middle分了三份 Working Class有兩份 還有Upper Class 好像很複雜 不如我們逐個看 英國的受訪者 認為自己是屬於Working Class 和Upper Working Class 即是說 勞動階層 但是屬於普通勞動階層 或者是勞動階層 或者是勞動階層 比較高級一點點的 分別是有33%和11% 加起來是44%的人 認為自己是Working Class 或者Upper Working Class 這個數字 和剛才大家看到英國政府的數字 有些不同 但分別不算很大 也算是比較多的人 是覺得 他們自己是屬於Working Class 和Upper Working Class 都接近一半 44% 雖然沒有剛才的調查這麼多 至於 覺得自己屬於 Middle Class 包括Lower Middle Class 即是低的 中差別比較低 或者中差 或者Upper Middle Class 中差別比較高級 分別就是有 14% 即是屬於Lower Middle Class 覺得自己的Middle Class 有26% 說自己屬於Upper Middle Class 有3個百分點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40%多 43% 是少於Working Class 都是少於剛才的情況 都是類似的 是少一點的 Working Class是最多 但是差別沒有那麼大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Middle Class 都是40%多 少少少少 最後 認為Upper Class 和剛才的調查一樣 1%都沒有 大家都不太願意承認 或者不覺得自己是 一個上流社會的人 似乎被人 不要說 退馬 被人 不太想 喜歡做遺忘 或者是遺棄的一個階層 至於覺得 以上皆非 你們以上這些 都Define不到我 或者不知道 都分別有6% 可以看到 其實和剛才的調查分別 不是太大 主流的 都是Working Class 其次是Middle Class 而Upper Class 都是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 指會不會 你的背景 決定了你的社會經濟地位 和你的機會 原來有62%的人 認為是的 他們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 是決定了他們 在生活中 他們人生中的機會 多不多 機會大不大 都幾多 都幾悲 你的父母決定了你的人生 有六成的人同意 而認為 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 即使你的背景 出身 你的父母是甚麼階層 只有23% 說了這麼久 香港人怎麼看 這個圖 大家看影片版 純粹就是我找到 BBC報道裡 有個人拿著BNO護照 所以我就拿他這版 這個圖 沒有特別意思 跟這個標題無關 究竟 一眾 因為BNO身份 又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大家屬於哪一個類型 我找不到一個調查 說這件事 但我自己 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香港人 住在英國的不同地方 有些是親人朋友 有些是網上群組認識的 有些甚至是 偶爾也有網友主動聯絡我 試聊聊天 說一下他們英國生活 分享一下生活的感受 我發現 角色個人的人都有 有些是 可能在香港是中產 甚至有些是屬於有錢 做生意 是老闆來的 是可以 他可能結束了香港事業 帶的錢來 絕對夠花 又不用工作 又或者有一些 遠距離 還在香港的業務 就是眼角 又是很好的收入 可能是 英國比較高的階層 但也有一些 他們會做一些 比較勞動的工作 例如在工廠工作 可能在貨倉 或者在服務性行業 去做一些工作 都有的 可以說 我接觸過不同類型 以收入來定義 都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 雖然好像是媽媽是女人 但真的 不能說有一個定型 就是香港人 BNO講的人 屬於哪個階級 剛才講的三個階級 其實很難說是哪一個 甚至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我也見過有些人 跟我分享過 他們給他們的同事 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些香港人 可能做一些 剛才說的 貨房 或者是做工廠 這些 但是他們屬於的房子 是比他們的同事 英國的同事 是大很多 或者可能一炮過 給了錢 令到他們的同事 有點奇怪 我們都是做工廠 大家都是做貨倉 都是做貨倉 為什麼我們這些英國本地 做這些人 那個收入比較低 那個比較小 可能買不起樓 要交租 為什麼你們這幫香港人 就是做這些工作 你們找的收入也不是多 但偏偏住得起大屋 也挺有趣的 可能就是因為 香港人在香港買了樓 拿錢來到英國 其實可能已經可以全付 買到一間不錯的房子 所以在居住上面 是跟同樣的收入 同樣的工作類型的人 會出現了一種 至少居住狀況上面的落差 這個也是比較特別的現象 但撇除了居住 我會這樣說 就是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可以說是屬於幾個不同的家層 我不知道有沒有Upper Class 但絕對是有 Middle Class 和Working Class 都會有的 至少在收入的角度來說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最後我剛才提到戴書孫的影片 最後我提出了五大迷思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影片中有他的看法 大家歡迎去看看他的影片 我自己有我的看法 在這裡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個迷思 就是每一個人都想上游 他是說英國人 當然不是說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我觀察 都答案跟他有些接近 就是其實我的看法 我和同事阿倫的時間聊天 似乎英國人 至少給香港人 給我感覺 沒有這麼說要力爭上游 要擺脫本身的階層 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香港人都被灌輸 就是要脫盤 要上壞 要倒絕跨代貧窮 我們原先是屋村仔 最好做中產 住私樓 要上樓 要由住公屋 要變成居屋 然後再變成私人 私家樓 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要向上的 但英國人 真的比較多 滿足於他們自己 現在的階層 無論是從工作居屋 上去中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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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都不是那麼多 這是我自己觀察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第二個迷思 就是 人們通常會在背後 關門 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才會和熟悉的人 去談論一下階層的人 例如他們不會公開說 這個應該是來自工作居屋 很少會這樣 這個我都同意 很少會公開談論其他同事 或者他們認識的人 究竟他是來自什麼階層 他是屬於什麼階層 他有沒有什麼階層的特質 很少會公開說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都是英國人那種文化 有些人認為是 表面一套又變一套 或者是虛偽 偽善 無論如何 我都會覺得 比較少會公開談論 這個我都同意 這個迷思 第三個就是 只有三個階層 這個要講講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是三個階層 有工作層 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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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流社會 但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方法 工作上有不同的定義 國家統計局有不同的定義 BBC 其實他們在2013年 是做了很廣泛很大型的一個調查 一個研究 是訪問了超過16萬個英國人 都包括了很多人 發現原來要定義英國人 其實現在有七個社會階層 由三變七 由三擴充或者擴展到七個不同的階層 而且他們會認為 這個研究發現 定義英國人的階層 精英階層 我會覺得有點類似原先的 Upper Class BBC他們的說法就是 無論是經濟上面 社會上面 或者是他們的文化上面 都是屬於最高級別 所以他們是完全個人一等的 大家看這幅插畫 是來自一個Andy Watts 的一個插畫師 他畫出來 這些真的是上等人 穿電衣 穿到Tuxedo 踢死套 打完球胎 戴過這些鏡眼鏡 大家看漫畫 看電影才會看到 絕對就是上流中的上流 原來他有多了一種 我不是Working Class 我又不能叫下流 叫Precariate 即是屬於一些最貧困 最貴乏 Deprived 的一個階層 他們在經濟上面 固然是 基本上是很低的 是低層次 沒有收入 或者是極低收入 甚至文化和社會 資本這兩個 不同的角度去看 都是屬於最低下層 所以是最慘 這幅圖都畫出來了 沒有錢 也好像沒有文化生活 他們沒有文化生活 也都是社會階層 或者他們認識多少人 認識什麼類型的人 都是屬於最低的層次 難怪就是最低級 在一個Spectrum 光譜面兩端 就是Elite和Precariate 至於中間 他又將Working Class和Middle Class 再分拆出來 例如Working Class一變二 首先有傳統Working Class 他們在經濟上賺錢 都不算是很多 雖然他們不是最窮 最窮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最低的那些 他們又不是最窮 但他們都算是相對收入 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來說 是在社會和文化上面 都不是屬於說 很有社會資本 或者文化資本 通常他們是比較 比較歷史上 和其他階級 屬於比較年老 可能是傳統的Working Class 帶來一些新興的Working Class 叫做Emergent Service Workers 通常是年輕一點 和在一些大城市 現代化的地方找到的 雖然他們的收入不算很高 但是他們是有比較高 和他們慢慢開始冒起的 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 例如他們可能會多些文化生活 雖然他們收入不算很高 但可能他們會用一些 一些比較有社會 或者文化上面 反映的價值的產品 和可能他們會 看一看戲、看一看歌劇 看一看Drama 或者他們會聽一看音樂 一些會叫做文化生活 豐富一些的一些人 屬於一些叫做 冒起的一些Service Workers 都是可以歸類為原 先我來說的Working Class 一部份 那至Middle Class 更加刷一多 刷成三角的 有一部份叫做Technical Middle Class 他們就是 文化上 比較沒有投入 在文化生活方面 但是他們賺錢 可以的 所以他們屬於Middle Class 屬於比較高 他們屬於技術型的 所以他們屬於技術型的 可能因為技術工作 令他們有一些錢賺到 但他們在其他兩個Dimension上 都不算很厲害 另外就是New Affluent Workers 這些就是通常年輕一些 活躍一些的 在中層的 他們的收入是最中層 但是他們是很高的 文化社會Capital 即是說 可能他們就是愛打扮 去投入一些文化生活 還有他們可能喜歡去Social 去飲食 去泡 去跟很多人 在很多社會上的交流 這些就是屬於 可能是 但是收入上面不算太差 中等收入 還有有些型格 大家看這幅圖都看到了 最後就是一種叫 Established V2 Class 他們不算屬於熱力 就不屬於精英階層 但是他們也有幾高的收入 而且他們當然在文化上 都是不錯的 這些可能就是傳統的中產階層 以前傳統的中產階層 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拆了出來 收入上面都不差 還多了兩類 但是光譜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過可能大家聽完都覺得很複雜 算了 大家聽完都覺得很混亂 都是用傳統的三下階層 但是簡單來說 Factual想告訴大家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方法 甚至傳統的三 都變成七種階層 所以真的有不止三種階層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光譜 又覺得你們自己屬於哪一個階層的人 說到其他迷思 第四個迷思就是 Everyone wants a Porsche accent Posh 我也不知如何翻譯 是屬於優雅 還是上流 簡單來說 總之就是高級 是否呢 又不是 我所知 包括看這個影片 Suzi Wu的影片 也說到 其實有些人 不會太羨慕 有一個很Posh的口音 我一聽 有些人說 就會知道 他來自Burping Class 但是呢 又不是很多人很羨慕 甚至有些 他來自上層社會 或者他們可能讀 譬如說 斯立學校的 他們有斯立學校讀音 讀英文 那種比較 叫中高階層的口音 有時他們跟其他人說話 有時刻意去隱藏 或者不去到說這種口音 都有的 所以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種口音 最後一個迷思 就是 Class是否等於錢 錢是否等於階級 好像剛才大家看到的七個分野 我覺得yes and no 你沒有錢 當然是最低階層 因為沒有錢 你都很難有文化生活 很難有社會 社交生活 你很有錢 就會容易有文化生活 但當然 再細分一點 同樣都是屬於中至高收入的人 都有些是完全沒有文化氣息 有些暴發戶 那些就會有 剛才大家看到三個 都有一些是有經濟能力 但屬於沒有什麼文化生活 沒有什麼社會的地位 會有的 有一些這樣的類型的人 我相信大家在香港也見過我不少 英國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錢和社會加層 不是完全等好 但絕對有關 以上就是我對於五大迷思的看法 不知道各位住在英國的朋友 又是否同意 大家可以想多一層 看完今集之後 在香港 又會不會有這個階級的定型呢? 會不會又是五大迷思 都可以套用在香港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的看法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節目 日後我會有更加多 和英國文化生活有關的趣味小知識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鈴鈴鈴 一個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訂閱 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可以留言和給like 除了Youtube之外 我的節目都會放在我的Patreon平台上 除了沒有廣告版 大家不需要像Youtube那樣看廣告之餘 還要優先給Youtube組發放 大家可以早點看到我的節目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看今集的節目簡介 找到我的Patreon連結可以上去看看 今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